第五百九十五章 混乱大战 天空上两道身影诡异浮现 一人金袍 一人银袍 不过细细看去 确实能够发现 两人的面孔几乎完全相同 皆是白发白须 五官也是犹如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般 对于这两人的名声 即使是内院的众位长老也是并不陌生 因此脸色都是有些变化 这所谓的金银仙上 便是在黑角与黑榜中排名前两名的顶尖强者 两人因为是伦生兄弟 再加上修炼功法也是完全一致 因此两人若是分开的话 实力倒只是能够与斗皇巅峰强者相仿 但若是相同对敌 则是相辅之势 即使是面对斗宗强者 也是有着不小的胜算 因此这两人的威名在黑角域中强者层中极为响亮 乃至于连内院长老们都是有所耳闻 你们也想插手这事儿 苏千声音阴冷地缓缓说道 守人之托各持所需 这也没办法 身着金袍的老者冲着苏千笑了笑 说道 苏老头 我说你还是将一伙给韩峰吧 若是你们院长在此处的话 我们倒也不会答应这桩买卖 不过可惜那老家伙这么多年了 了无音信 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怎么的 银袍老者声音有些刻薄的笑道 那声音语调竟然也是和金袍老者相同 痴心浪想 我倒也想看看 传闻中联手可以阅击对敌的金阴二老 究竟有何了不得之处 就算院长不在此处 也轮不到你们来撒野 苏千冷声道 那这样的话 你们内院的强者 那是有些不够用啊 金袍老者黑黑笑道 虽说韩峰这边人数少 不过却胜在十里远超学院的长老 真正站起来 皆是能够一敌二 甚至敌三 苏千脸色冰寒 确实懒得再说废话 双掌微悬 庞博斗气在掌心攀博而出 将空间都深得出现了些许颤抖 苏千大长老 再最后询问你一次 一伙你究竟是交还是不交 在这般磨蹭中 韩峰的耐心也是逐渐的被消磨殆尽 望着苏千众人淡淡的说道 苏千面无表情 面对着韩峰的询问 他仅仅只是袖袍一挥 一道强横斗气脾炼 便是猛然自袖袍中暴射而出 直奔韩峰 哼 苏千的率先出手 令得韩峰脸色也是逐渐变冷 一声冷哼 屈指一弹 一团深蓝色的火焰浮现掌心 最后轻轻一挥 与那道斗气脾炼狠狠撞击在了一起 低沉的炸响声响起 那股散播而来的能量涟漪 将韩峰震的击退了一步 方才稳住身形 虽说有着一伙之助 可毕竟苏千是斗宗强者 正面碰撞下 前者也扇不了什么便宜 一击挥出 苏千身形没有丝毫的停滞 直接化为一道闪电 对着韩峰瞬间射去 哈哈哈哈 苏老头 还是我们来玩玩吧 一金银两道身影 瞬间闪现在寒风深前 冲着暴射而来的苏千咧嘴一笑 宣祭两人左右手紧紧而握 一股极为强横的淡绿色斗气 暴射而出 扭动身形 闪避开暴射而来的淡绿色斗气 苏千身形一动 便再次出现在了金银二老面前 顿时三方掌风交错 低沉如雷鸣般的掌风 在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残影中 接连不断的传出 见到苏千被金银二老纠缠而住 韩峰目光转向了虎前等人 手一挥 偏头冲着身后的大群人笑道 接下来便麻烦诸位将其他人拦住 我去将那封印破了 一些斗王而已 交给我们就行 况且那远长老的鲜血是何等味道 我可从未尝过 雪宗宗主范劳 范劳阴森森的盯着虎前等人一眼 咧嘴露出略微有些尖锐的牙齿 自从其独子在黑角雨中莫名其妙的被杀死 并且九熏无果之后 范劳那本就阴森的性子 更是变得有些喜怒无常 动则便是杀人取血 极其残暴 哈哈 那便多谢诸位了 等事成之后 韩峰定有重谢 韩峰冲着范劳等人一拱手 背后深蓝色斗气双翼微微震动 旋即便是欲对着天分练起塔落去 拦住他们 见状虎前手一挥 顿时身后便是将近三十多名学院强者 铺天盖地地闪躲而出 将韩峰路线拦左而下 哈哈 你们的对手是我们 时来到人影携带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突兀的闪躲而出 最后与学院强者形成对峙局面 韩峰黑黑一笑 身形一拐 继续落向天分练起塔 而那三十几名学院强者 刚刚有所动作 面前几十名黑角域的巅峰强者 便也是急急闪躲 旋即携带着五匹进风 狠狠地撞来 最后人影闪躲间 短短眨眼之间 便是将三十多名强者队伍 尽数分割 天空之上 战斗来得极为突然与猛烈 远处的众位学员 并不清楚天空上 所发生的确切事情 不过 当战斗爆发后 那接连不断的能量爆炸声响 混战 心中不断地祈祷着 内愿众位长老 能够将这些不足之客 驱赶而走 在天空上混战开始后 寒风霜一阵 便是出现在了天分练起塔之上 望着下方那散发着 暗沉光芒的能量膜 刚欲有所动作 一道尖锐的破风声 骤然在头顶响起 眉头微微一皱 寒风震动着双翼 避开了进风的袭击 缓缓抬头 却晓得虎前 正一脸冰寒地盯着他 不要妄想打一伙的主意 手中雄厚道气急速凝聚 虎前沉声道 凭你一人 怕是阻拦不了我 望着竟然脱离 大部队战圈的虎前 寒风略感诧异 玄机笑道 凭借他的实力 再借助着一伙之助 斗黄中几乎少有对手 因此虽说虎前实力 在斗黄巅峰 可后者却并未因此 有太多的忌惮 哼 那就试试 虎前冷笑了一声 也不废话 雄厚气势自体内蔓延而出 寻寂斗气暴涌间 将眉头微皱的寒风包裹而尽 顿时两人也是化为模糊身影 交错地站在了一起 于是天空之上 彻底地完全陷入了混乱的战斗中 目光所望之处 几乎全部都是火爆的战斗 能量爆炸声响 犹如鞭炮一般 劈里巴拉地响个不停 地面上 萧炎有所错愕地望着天空上的混战 苏千已经被那所谓的金炎二老牵制住 虎前也是和寒风陷入了几战 众伟长老也是被那雪宗以及其他势力的宗主 以一敌二乃至敌三的强行扯住 并且在这种以寡敌众的情况下 甚至还能够占据上风 不得不说 斗王强者与斗黄之间差距也并不小 母公那因为眼花缭乱的战斗而略微有些眩晕 萧炎只得在心中苦笑地询问道 老师 现在怎么办 只能等了 在这种双风大战中 你又不可能单独去破解封印 那样的话会成为众师之地的 药老的声音迅速响起 微微点了箭头 萧炎也只得一眼 再次将身体归缩在火焰的遮掩下 然而就在其刚刚隐藏好身体时 一道尖锐的进风突然从天空暴射而至 惊得前者背后子于一猛的一阵 身形便闪落上天空 将那道进风躲避了开去 然而虽然此举的确避开了攻击 不过却也令得自己现出了身形 不过好在被惊动的一些人 并未对萧炎采取攻势 而萧炎也是不敢在这种 到处都充斥着近期流转的天空停留 当下轻火斗气急忙将身体包裹 然后就于退开 就在萧炎即将退开时 天空一处 正在与三名斗皇强者 站得不亦乐乎的雪宗宗主范劳 突然将目光随意地扫了过来 随即目光骤然凝固 被轻火斗气所包裹的身影 这似乎曾经熟悉的背影 令得范劳双眼之中瞬间涌上火红 借助着某种感应 他能够知道 这道背影与当初自己死去的儿子雪月中提炼出来的镜像内的凶手背影绝对是同一个人 百般寻找不到的沙子凶手 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场合偶然相遇 眼中雪色凝聚 一道充斥着愤怒与杀意的咆哮声 自其嘴中爆响而起 一股强横的阴红斗气 猛然抱拥而出 顿时周围三名斗王强者 措手不及之下 被震得飞身而退 在三名斗王长老退后间 泛牢背后雪色双翼猛然一震 身形犹如一道雪色光彩般 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 直接对着天空一处的硝烟抱势而去 尖锐的咆哮声震慑天际 小杂种 你可是让得我好找 给我儿子陪葬去吧 第596章 对战犯牢 突然在天际如雷般响彻的吼声 也是令得硝烟浑身颤了一颤 急忙转过头来 一道雪红身影 却是在眼瞳之中急速放大 糟了 这老家伙是怎么发现的 范牢的贺声 萧妍也是听得清楚 因此当下心中一阵惊恶 与此同时 背后双翼也是急速震动 身形闪电般的闪躲 想要将范牢甩开 身形刚刚一转 一道尖锐的进风便是闪躲而至 萧妍心头一寒 强行扭动身躯 将那道雪红尽气 显显地避了开去 身形倒飞而射 嘴中怒骂道 老狗 你下手可还真狠啊 范老脸旁布满着院毒与铁青 眼睛死死地盯着萧妍 背后血色双翼震动间 身形化为血影 静止地对着后舍 抱舍而去 手掌之上 森寒的血色斗气 急速凝聚 萧妍虽然也是有着 飞行斗气之助 不过论起飞行速度 却并比不上 真正的斗气之意 因此 仅仅几个眨眼间 那范牢便是闪现在了 萧妍头顶 手中血色能量狠狠砸下 那一刻连空间都是剧烈地震荡了起来 显然 范牢下手没有丝毫的留情 完完全全是在下杀手 还我儿子命来吧 争鸣着笑脸 范牢宁笑道 他能够感应到 萧妍的实力 只不过是一个斗铃而已 杀他简直就是一如反掌之事 雪盲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 突兀间 有着淡淡的雷鸣声响起 旋即 那尽力天空的萧妍 身体微微一颤 整个身体都是在这一刻 变得有些虚幻了起来 雪盲暴涌而下 结实地砸在了萧妍身体之上 不过 却并未有着意料中的 吐血重伤事情发生 那雪盲 毫无阻碍地穿过了萧妍身体 然后 那具身体便是缓缓消散 原来这身影 竟然是一道残影 雪盲涌动几十米之外 萧妍喘着出气 突然地闪现而出 冲着那一脸诧异的范劳冷笑道 哼 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老狗 手掌一挥 将席卷而出的雪盲震散 范劳目光阴沉地望着萧妍 声音音测测地道 三千雷动 看来杀我儿子的果然是你 萧妍目光紧盯着范劳 不管如何说 对方都是斗黄级别的强者 先前若非是他在对方意料不到的情况下 施展三千雷动 怕是逃不出被当场斩杀的下场 显然他与后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点 其内一股股强横斗气 从斗精之中云云不断地流淌而出 最后如洪水般在经脉之内奔波而起 所带起的冲庸力量之感 也是令得萧妍心中悄悄升起一点底气 好 很好 微微震动着雪色斗气双翼 范劳突然笑了起来 笑声中的怨毒令人浑身发寒 等我擒住你 不会令你死得太轻松 我会把你圈养成雪奴 每天每夜提供最新鲜的雪液 不然的话可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儿子 老狗 你来试试看 漆黑毛子中也是逐渐酝酿上阴冷寒意 萧妍缓缓地说道 以范劳的身份 如今被萧妍一口老狗老狗地叫着 也是令得他气得暴跳如雷 当下心中也是决定 定然要让他生不如死 略显得尖锐的双掌微微旋动 澎湃的雪色斗气 犹如鲜血一般 一丝丝地涌胜而出 最后形成万千雪丝 缠绕在范劳周身 急速呼啸 感受着范劳体内 逐渐生腾起来的恐怖气势 萧妍脸旁也是极度凝重 与这种级别的强者相战 只要稍稍出一点差错 几乎便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 天空上 在极度混沌的战场中 萧妍与范劳的对峙 自然也是引起了远处 无数内院学员的注意 当下所有人脸色都是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 他们并不清楚现状 不过看现在这模样 倒像是萧妍挺身而出 为内院分担起了一份强敌 因此一时间倒是不少人对萧妍心生一股敬佩 在内院修炼这么多年 对这里也是有着不小的感情 如今强敌来犯 自然都是一副同仇敌忾 共同对外的心情 不过因为实力以及其他的缘故 他们却只能在这里 眼巴巴地看着战斗的开齿 偏偏无能为力 而现在挺身而出的萧妍 则无疑是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寄托 于是一道道震耳欲聋的柱微声 也是从远处无数学员群中激荡地大声喊了起来 这一刻不得不说 萧妍的声望已经真正地超越了林修雅柳琴等人 突然间听得那响彻天空的柱微声 萧妍也是一正 目光斜瞟了一眼 声音传来的方向 戴乔得那些学员脸上的狂热与尊宠之后 顿时有些无语 如果不是为范劳发现的话 他早就跑得远远的了 谁还乐意在这里冒这么大的风险 来和斗黄强者战斗啊 我会让你在他们心中声望扫地的 一个小小的斗铃 还真是要翻了天了 范劳阴冷一笑 旋即手掌猛的一挥 顿时那萦绕在周身的血色能量丝 猛然间铺天盖地的席卷而出 尖锐的破风声呲呲的响个不停 铺天盖地而来的血色能量丝 几乎将萧炎所躲避的空间完全覆盖 范劳也清楚 修炼了三千雷洞的前者 敏锐是何等的惊人 因此一出手便是将对方的速度限制而下 目光紧紧地望着哪些铺天盖地而来的血色能量丝 萧炎深吸了一口气 猛的一声低喝 汹涌的青色火焰抱涌而出 最后将其身体包裹在火焰之中 青色火焰的出现 顿时令得范劳脸色变了起来 以他的阅历自然是能够一眼看出 这火焰是何等底细 不过此时攻势已经展开 不管对方施展何等攻击 他也只能继续 况且即使萧炎真的拥有异火 但想要发挥其力量 也是要看自己的本身实力 因此青色火焰的出现 虽然令得范劳大吃已惊 可却并非感到如何慌乱 铺天盖地的血色能量丝 闪电般的洞穿空间 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消炎面前 然而就在血丝距离消炎上 还有三米距离时 炙热温度猛然爆发 属性本就偏向阴寒的血丝 顿时被融化成虚无 不过虽然青色火焰 对那阴寒血丝有着一丝克制的作用 但那血丝却是铺天盖地的 毫无枯竭之势 因此消炎的火焰 在那血丝云云不断的扑上时 正在逐渐的退缩着 冷笑的望着火焰逐渐缩退的消炎 饭牢手掌一挥 漫田血丝一阵诡异扭曲 寻寂互相缠绕 最后彼此绕成一个血网球 而网中正是顽抗的消炎 有一火又能怎样 凭你的实力根本发挥不出他的力量 阴冷一笑 望着那在血丝侵蚀中苦苦坚持的消炎 饭牢手掌一握 血色能量凝聚 片刻后便是凝固成一把 闪烁着寒芒的血色长矛 小杂种去死吧 嘴角浮现一抹怨毒 饭牢阴笑一声 手臂猛的一抖 顿时血色长矛 有如闪电般划破空间 带起尖锐进风 对着那血网球中的消炎 暴舍而去 老家伙 窦皇强者与窦灵战斗 也不害臊吗 就在血色长枪即将射进血网球中时 稚嫩的声音忽然的在天空中响起 玄机一道娇小的身影 突兀的出现在血网球之外 淡紫色马尾便一甩 千细的小拳头狠狠朝前一握 顿时面前的空气在此刻被挤压成一团无形的空气炮 旋即与那血色长枪轰然碰撞 低沉爆炸声中气凉连移急速扩散将空间都是震得微微动荡 目光犹如毒舌般死死的锁定着那出现在血网球之外的娇小小女孩身上 范老脸旁一沉喝道 你找死 紫言撇了撇嘴 小拳头在面前呼呼声风的打了几拳 低沉的音爆声在拳头下成形 他昂起头丝毫不惧的对视着范老 老头 你把宵夜杀死了 你来给我炼药丸吃吗 脸色缓缓阴沉 范老也懒得再废话 以他的性子别说面前的是个小女孩 就算是个婴儿惹他生怒的话 杀起来也是丝毫不手软 因此当下手掌处血色能量再度汹涌凝聚 似是感应到范老体内生疼而起的杀意 紫言那粉雕玉琢般的小脸也是微微凝重 小拳头缓缓紧握 就在范老即将动手间 突然又是两道破风声响起 两道身影闪躲上空 出现在了紫言身旁 目光一瞟 没想到竟然是林修衙与柳琴二人 此时的两人背后都是有着一对虚薄的斗气双翼 整个内院的学员中除了紫言消炎以外 怕也只有他们两人能够勉强升天作战 柳琴回头看了一眼正在努力化解血丝牢笼的消炎 那样目光中竟然有着一丝淡淡的静服 哈哈柳琴说的对 你先解决你的麻烦吧 我们来拖他一下 林修衙手中长枪轻轻一震 玄机添了一句 不过说实在的 你这家伙可还真是有些无所畏惧 如果你不是率先挺身而出的话 恐怕我也不怎么敢在这种场合插手 错愕地望着外面的三人 萧言却是苦笑地摇了摇头 他也不是故意想出这鸟头的 看来只能倾尽全力了 望着那眼睛充满怨毒与杀意的犯牢 笑颜低声喃喃道